今天想跟大家說說90年的60條 這條是誰不是進口外地skill 即是一個有技術勞工在建造業的效果 A這個平衡的平衡是很寬的 和外國的skill worker 其實可以有很多方便的影響 所以A這個不太肯定是否絕對有 可能有 亦都可能沒有 如果你想一下 建了一層樓 即是你一個skill worker 即是這些 property 會多了 如果 property 多了 會不會外國的投資會多了 如果外國投資會多了 買一些不動產 那BOP便會改善 有這樣的可能 但同一時間 可能她的現代帳戶的貨品服務 會不會需要進口多點來呢 她都喜歡消費的嘛 如果她不是光顧本地的貨品 她是進口多點東西來 那你一個BOP的GOOS的影響 所以這個其實幾廣泛的影響 所以A一個就不太清楚 所以你要看其他了 那B一個就會是個答案來的 那她說對社會服務的壓力會增加了 那這些的外地有技術的勞工 照計她有錢的嘛 有錢賺 那未必會增加那個社會服務的壓力 她未必需要的那些服務 或者她自己有錢 她都可以自己去搞定 所以B一個就比較明顯一些 那C一個 那都合理的 那因為這裏就講香港的建造業工人 那人工的升幅當然會少些啦 那因為有competition 那有競爭的關係 那有競爭 那自然她們那個人工未必增加得那麼快 那是合理的 那D一個 那D一個 對GDP是更加之好 那這個是絕對明顯啦 那你多了人來的 那多了公司去請 那她去蓋多了一樓 那有一個好的影響是正常的